第九十八章 到达目的地 听到路克二号如此说法 萧宇挣了一挣 中度危险区域 四季文明 变异 萧宇忧虑了起来 问道 他们发生了哪种形式的变异 不知道 路克二号回答道 后来的处理情况被守护者文明封锁了 我们路克文明只是三级文明 还没有资格了解这些东西 那 守护者联盟后来没去探查吗 萧宇问道 路克二号苦笑着摇了摇头 在银河系中 一级轻度危险区域和二级中度危险区域 共有数万个之多 守护者联盟 要忙于和青嫂者文明交战 还要忙于剿灭机械文明 异兽文明 还要应付时不时出现一次的幽灵族 哪里有时间来将这里一一探查呀 不过联盟中 倒是有探查危险区域的任务 探明一个二级危险区域 可以得到至少一万点贡献度 不过基本上 没有人会接这样的人物 低级文明 没有这个能力 高级文明 又害怕惹出别的麻烦 这样啊 萧宇思考了起来 我们现在处于天鹰星云的内部 要出去的话 最少要远横五光年的路程 就这样没头没脑的在其中传行的话 估计会更危险 还不如就按照既定的目标走下去 在这颗恒星的身边 先安稳下来再说 也只能这样了 鲁克二号满是忧虑地说着 希望真神的目光 可以一直注视着我们 小语冷横道 哼 你已经背叛了你的种族 你应该向你们种族的恶神祈祷 而不是希望真神保佑你 鲁克二号一正 苦笑着 不说话了 小语切断了通话链接 专心地开始航行 在航行之中 小语已经开始了前期的准备工作 这颗红矮星 小语为它起名叫做天鹰一 语义为天鹰星云中 第一颗被自己探索的恒星 到达天鹰一之后 小语计划为自己的舰队做一次全面升级 最少将自己的航行速度 提升到每秒钟八千公里 武器威力和防御性能至少提升百分之五十 这需要更加高效的发动机和能源供应系统 通过解破鲁卡文明的飞船 小语已经基本上完成了这方面的储备 这只是技术方面上的升级 而不是科学理论上的升级 所以要简单许多 届时 小语的战力将全面超越路卡舰队 面对着没有立场发生仪和重力炸弹的路卡舰队 小语将有能力在正面战场中将其击败 对路卡舰队的解剖工作已经开始 通过解剖路卡飞船 小语全面掌握了路卡飞船的每一个建造细节 每一处细节所应用到的科技 此刻 距离天鹰一 只剩下了八百亿公里 以小语的速度将在十个月之后到达目标 天鹰一这个年轻恒星极其活跃 它的恒星风强度比天苑四海要强 强大的恒星风从它的身上吹拂出来 将星际物质吹向远处 它的日秋层顶足足蔓延到了八百亿公里之外 小语现在所处的位置就已经在日秋层顶之内了 在天鹰星云这个庞大的星云中 天鹰一用这种方式 开辟出了属于自己的一块田地 在这里 星际物质激起的稀薄 甚至就连陨石块都少了许多 就在微红色的宇宙背景中 小语的舰队 沉默地向着那颗黯淡的星体 天鹰一前进着 小语已经测定 天鹰一只有一颗星星 那是一颗零点八倍木星质量的气态星星 距离天鹰一大概两亿三千万公里 除此之外 天鹰一还拥有两条庞大的小行星带 以及无数杂乱的沿着混乱轨道运转的陨石块 天鹰一横星系符合一切出生横星系的特征 小语将在天鹰一的卫星之上建造自己的基地 时间慢慢地过去 小语的舰队和天鹰一的距离 缩短到了二十亿公里 在这里 小语接触到了天鹰A的第一条小行星带 在这条小行星带 小语看到了一个神奇的现象 在无数小行星环绕之中 有三颗庞大的小行星 两颗比冥王星还要大成一号 一颗大约为冥王星的零点七倍质量 三颗星体互相围绕着 混乱地运转着 这是 三体现象 小语得出了结论 所谓三体现象 即是三颗质量相差不大的星体 构成了一个系统 三体系统是混乱的 运动轨道是不可预测的 目前为止 仅有一些规定的特殊出质量的三体系统可以求解 其余的三体系统 全部无解 比如二体问题 二体问题 即是两颗质量相差不大的星体构成的系统 在这个系统中 两颗星体会围绕着共同的置心公转 它们的轨道是稳定的 是可以预测的 而三体系统 则是混乱 且不可预测的 三体之上 还有四体 五体等 多体问题 这些问题 通通无解 就比如整个天鹰星云 数千颗质量相差不大的恒星 共同构成了一个混乱的多体系统 谁都没有办法预测 这个系统中的一颗恒星 下一秒钟的轨道会是向哪里运转 这是一条 充满了活力的小行星大雅 小语得出了结论 或许 在无数年之后 这个三体系统中的一颗星体 会获取到足够的质量 进化成一颗真正的行星 将另外两颗星体 浮入为自己的卫星 到那个时候 这个三体系统 就被打破了 不过最大的可能是 在其中一颗获取到足够的质量后 会将另外两颗星体拉向自己 三颗星体 会合并成一颗 到那个时候 这里将发生一次足够壮观的 行星碰撞事件 除了这个小三体系统之外 小语还看到了 许多可以被称之为 矮行星的星体 预计 这条小行星带的总质量 达到了地球的三倍 行星的定义中 有一条是这样规定的 那就是拥有 清空轨道上 小行体的能力 可以预见 在漫长的时光中 这里终将会进化出一颗行星 然后慢慢地 清空轨道上的其余物质 最终 净化出一颗 三倍于地球质量的形体 小语并没有在这里停留 甚至连减速都没有 任何挡路的小行星 都被激光炮无情地击碎 漏网之余 则被能量护照挡住 小语像是一只 威风凛凛的螃蟹 在这片混乱的天地中 横冲之撞 三天后 小语遇到了天鹰仪的第二条小行星带 这条小行星带就被第一条小了许多 最大的星体直径也才500公里而已 它们的质量甚至达不到流体精力平衡的要求 所以整颗星体并不是圆形 而是不规则的形状 不过这里 有许许多多 数以一亿计的彗星 这些彗星 在内侧天鹰A和天鹰1的引力扰动 或者自身碰撞之下 有的会脱离自身的稳定轨道 向着天鹰1出去 在靠近天鹰1的时候 它们身体中的水冰 干冰的被加热 在强大的恒星风压力之下 在身后 拖出了长长的尾巴 微风凛凛的 扫过天际 甚至 还有来自遥远星际空间的彗星 它们的轨道极扁 近日点 会极其接近恒星 最近的 甚至会在仅仅几十万公里的距离 略过恒星 这是很危险的一种行为 身为一个不好 灰星就会直接撞击到恒星上面去 就在这一片混乱中 萧宇的舰队 到达了天鹰1的轨道 在慢慢地减速之后 萧宇选定了一颗 如同月球一般大小的卫星 作为自己的主建造基地 庞大的舰队 则散布在了环天鹰A的轨道之上 在这里看天鹰A 就像是在地球上 看不但明亮的月亮 而且 是红色的月亮 萧宇所选定的这颗卫星 没有大气 因此陨石块 可以毫无阻碍地撞击到它的上面 所留下的痕迹 也没有风化作用来消除 所以它的表面 是呕吐不平的 当然 既然萧宇到来了 那就不能容忍这种情况继续发生 萧宇抽调出了一千艘村旗飞船 散布在了这颗卫星的轨道上 这一千艘飞船 将会阻挡任何试图撞击到 这颗卫星上面的小星体 天鹰A 是一个巨大的气体行星 它的质量是木星的0.8倍 体积是木星的0.7倍 这表明 它的密度要比木星大上一点 不过 它的主要成分 依旧是氢和氦 在天鹰A之上 萧宇将获得充足的物资补充 在天鹰A上面 无时无刻 不再挂着狂暴的渠风 这是由于天鹰A的照射 所造成的引力不平衡形成的 其中最狂暴的一个飓风 其时速估计达到了800公里 这在地球上是无法想象的 天鹰A的核心 是一颗炙热的液体球 它虽然是液体 但在极端高温高压的环境之下 其密度要比钢铁还要大上许多 除此之外 在塔塔上面还有无数的庞大的闪电 两极之处 还有绚丽无比的激光 天鹰A的卫星总数 达到了70多颗 除此之外 还有许许多多的陨石级别的大石块 在围绕天鹰A运转 在天鹰A的卫星中 有九颗达到了流体精力平衡 这九颗卫星 将会成为萧宇的建造工厂 整个天鹰一行系 是未曾有生物踏足过的处女地 萧宇将以这里为自己暂时的家园 寻求科技的发展